再跟各位讲 那我们目录在这里 所以总共会有9类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1、2类部分 后面的话还有3、4、5类 OK 如果说你回去想要再多练习的话 每一个类的题目都有 另外答案的话我这边也有 1到4类的答案在这边都有 所以刚刚写完了 如果尽量可以的话你自己写 如果不行的话这边就有答案了 有没有刚刚的程式 当然你也可以C、C、C、V 贴上可以Walk 可是问题你要把它删掉 重挡 OK 贴上可以知道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题目到底在问什么 你不想要看那些文字叙述那么琐碎 看不太懂 你刚刚先C、C、V 然后执行看看 你大概就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了 接下来就是说 你就是自己在把它删除重挡 如果可以做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应该就是真的已经进入状况了 所以下个礼拜尤其还有104、106、108、110 透明都有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先把题目了解一下 程式在这里 题目在另外一边 答案在这里 OK 那它好像也是已经有点归心时间了 所以 如果时间 我看一下 好像那个时钟走的比较慢一点点 那 大概再提一下这一题好了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待会的话就是 也许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从104开始 那这个题目里面基本上 第一个一定还是要建一个这个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的话就是 最后呢 题目里面就是要求我们输入什么 输入10 10是半径 那得到半径等于多少 取到小数据第二位 然后周长是多少 面积是多少 那其实周长就是所谓的2πr 那面积的话呢就是π乘上r的平方嘛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来了 π π的话是多少 3.1415926 对对对 后面还有一堆嘛 可是问题我们不是要你用倍的 我们是希望呢 你能够取到π这个值 可是你π这个值怎么取的 特别之后它有内建 它那个内建的值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mess 这一个 这个类别里面 它后面有一个属性叫π mess点π 可是特别之后 那个mess 它 必须要 自己引用进来 因为它已经帮你放在韩式库里 只是说你要用的话 你还是要把它拿进来 因为它没有直接帮你启用这个mess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们怎么做 首先我大概先demo一下 比如说执行的结果 它必须输入什么 输入10跟2.5 10的话就这样的结果 2.5就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做完之后 按Enter看到的结果 如果跟将来会有个提本 它那个提本上面也会有这些东西 如果长得一模一样 表示你这个是OK的 那如果你输入2.5的话 有没有输入这个结果是不是一样 19.6 没错 OK 那这个地方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你必须要得到π 那π怎么取得 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过一定要引用 将来如果你要引用的话 你就是直接用input就可以了 input空一格 然后后面加一个mess 特别注意 因为mess已经帮你 装在你的python的韩式库里面了 OK 那你只需要把它拿进来用 OK 这个可能比较特殊 因为有些东西它已经有了 像我们刚刚用的format 这已经内建了 但是mess它没有帮你直接内建 你必须拿进来 它取用的方法就直接怎么样 mess.pi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它的半径 那取到小旋第二位就是什么 就是点2f 就是刚刚一样 然后把r直接放进来就可以 所以这个r有没有 evo放进来 这个比较简单 那周长的话等于什么 一样取到小旋第二位 那我们后面的公司2pi 2乘上mess.pi乘上r 就是周长 那最后的话面积等于小旋第二位 然后面积就是什么 pi乘上r的平方 那r的平方可以两种写法 mess.pi乘上r 那不就平方 或者是r什么 乘乘2不就也是一样 ok 所以两种写法都可以 应该这一条蛮简单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也许我们就先讲到104 下一个礼拜就106 108 110 然后再来也许把第二类也讲完了 再来就回圈 就另外我们再跟各位讲 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利用python 自动帮我们把处理一些重复性的事情 然后让它可以自动化处理式 那这里的话我想时间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一题 ok 那回去一样 我会把影片录制下来 所以如果你回去想要再复习的话 请记得就是你到那个教学论坛里面 让我知道一下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 那我就会帮你加到论坛 那我会把今天上课一样贴到论坛 那你们就会收到了 ok 那回去的话反复听 ok 然后把不懂的顾问重新再听过